装置的装置 包装还是挺结实 好了,今天618买了一个新东西 第一个东西到手了 这个泡沫轻轻带定 感觉这个声音 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捏这个小泡泡 转开看一下 包装盒就这样开了 外包装已经破了 虽然包了这么多道 但是外包装盒还是破了 汽过来还是破了 一个说明书 然后就是一个壳子 大家看到了 这是我13寸的MacBook Pro 买了一年 一直就是裸奔 我为什么没有买套呢 我是觉得苹果它做的还是这么精致这么薄 你看这么薄 戴上一个壳 总感觉会不好 但是这么贵的东西不保护一点也不好 关于这个UI机的壳子 原来一直口水它 因为它是美国的一个说是一个军用 军事保护一个级别的一个东西吧 包括在手机上面 iPad上面我都一直没有买 这个东西还是挺贵的 平时买的时候好像是要498元 接近500块钱 然后这一次618做活动 加上7的8的减下去就是400块钱 我就感觉这个价位还是可以的 然后就尝试它买了一下 因为今年 今年这个MacBook Bro 它已经出宝了 所以觉得还是要对它进行一个保护和好一些 然后现在小孩 小孩用了它 机会也挺多的 也怕小孩不太爱惜 所以说还是跟它加一个壳 最先开始我喜欢这个壳 是因为它的保护能力 听说一直都挺好的 但是它的外观 大家看看它的外观 旁边那种黑边 然后配上这种颜色 我总感觉它不是很搭 所以就一直没有买它 最先开始一直想买它官网的 它那个型号 是一个塑料的吧 所以当时一直想买 但一直就没有买 然后觉得以后要是小孩用啊 什么的 所以还是为了安全一点 像我所以就买个这个 更好起了一定的保护 保护作用 好我们看一下是怎么安装吧 好像是先安装到下壳 先安装下壳 卡住下面 然后淘宝它那个评价好像说最宽 它贴合的倒是挺好的 但是装上去就很难再装下来 因为它太紧了吧 哎呀这个好像 哎呀卡上 听到咔嚓一响它就到位了 一共有三个卡槽 然后再装上面 带个这个带个墨镜 而且我这款墨镜 是带颜色的好像都看不清楚了 好了终于把它给装好了 费了九流二虎之力 然后它那个 我看它的密封度 你看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套跟 我们13个苹果电脑贴合的 确实是天衣无缝 一点缝隙都没有 感觉很紧 你看这边 这边也有 这里有一个卡扣 它的下面有这里的卡扣 然后这下面有三个 再看见没那个套跟那个 这个电脑一点缝隙都没有 下面三个 然后这上面 这上面是一个 这个亮的地方是一个卡扣 然后这里有一个卡扣 这上面也是 上面也有三个 上面有四个 一个 两个 三个四个 然后关上去好像还有那种 卡扣在这两边 就卡上了 打开一个手还是好像很难打开的 然后这就开了 然后这个做工这个边还是一个塑料 不是那种很硬的那种很硬的塑料 还带点软的 感觉不错 前面是透明的 然后四边边框是一种塑料 这边是个连接套 后面 后面是散热孔 然后这四边下面还有四个 防震电 很紧啊 这感觉很紧 比之前不带套 大家看一下 这退不动 哇 哇 要是很大的镜 它才退得动 它下面这个防桥 四个防脚垫的 这种塑料好像 摩擦力还挺大的 它这个 保护壳打开以后 这个键盘它会变高 它会抬起来 感觉有一点 有一定的那种坡度 感觉打字会感觉更舒服一点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出来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有个间隙看看 有没有 卡的还是蛮紧的 确实做的工艺 这到底哪里敞的 它的材料 弹性橡胶 中国生产 它这里写着军事标准 军事标准 总体来说这个东西 你要是不在意它的外观 它的保护能力 我觉得比其他那种软壳的那种可能会好一些 然后它的重量 然后它的重量比之前确实要重了一点 但是还是可以接受的吧 这个重量 家里没有一个秤可以秤下到底重了多少 这个重量还是可以接受的 能不能看 是不是好 哦 能开起 能开起 可以 好了 今天这一款UA7的 苹果电脑保护壳 就开发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这段视频 请在下面点赞 并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再见